好另外我們想問 因為這個最近又翻出出他們這個爭議發票大愛速食 然後現在被挖出來連蔡英文耐心得都報過這家速食店 那甚至明明是速食店 但蔡英文卻報計程車費 唉亂報一通 奇怪就報這家不就好了嗎 幹嘛要報計程車費呢 還是他發票掉了 沒有要發票就用計程車來報 計程車費來報 因為計程車費通通都不寫什麼抬頭 我要不寫實用者的名字吧 你搭建的時候你要一個收據 他不問你叫什麼名字啊對不對 同一變好幾號也不會問嘛 那為什麼都到這家去 那也許這家有什麼特色吧 但是我覺得你這個發票還是要實在了 不能虛報了 我們只是買了便當 那我們也不曉得說 這個同一個狀況好像也發生在 賴清德總統候選人的身上 因為他們也同時也申報了 一樣是大愛速食天地的三筆資料 然後我們也同時也看到了 蔡英文前總統 他也申報過類似大愛速食天地 但他支出的項目是交通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沒有辦法代替業者回答 發票的問題 其實這個發票上有很多的 這個大家看到的影片 這不是我們可以代替業者回答的 我們跟賴清德總統 跟蔡英文前總統 或許都只是吃了便當 但後面我們不曉得為什麼拿到的發票會是怎樣 他早就停業超過一年了 所以到底怎麼樣開出發票的很怪嘛 小禮便當店禮拜六禮拜日根本沒開 1月7號是禮拜日 1月7號沒有開的便當店 可以開了一張發票 來我給各位看一個很好笑的東西 到底為什麼會有九十六萬的便當 陳志漢說什麼 陳志漢說 那個九萬六啦 陳志漢說九萬六嘛 結果代漁文 跑出來說什麼 九百六加一百一 代漁文說九百六加一百一變成九十六萬一百一 兩個人完全說法都不懂嘛對不對 結果現在喔 被抓包了 來各位 這個所謂大礙速食喔 第一件事情 他早就停業超過一年了 所以到底怎麼樣開出發票的很怪嘛 第二件事情 他現在變成小禮便當店 給同一個老闆 你看喔 這是小禮便當店喔 然後大礙速食天地 蓋大礙的髒喔 所以變成便當了 但是他們勤款的時間點 是在禮拜六禮拜日 對不對 各位 但是小禮便當店禮拜六禮拜日根本沒開 所以到底是怎麼有辦法 各位 1月7號 你看一下1月7號是禮拜集 來我們來看一下 都不要太多 都不要太多 都不要太多啦 來來來 1月7號 1月7號是禮拜日 1月7號沒有開的便當店 可以開了一張發票 而且各位這不是發票喔 我先講喔 大礙速食已經停業一年了 所以柯文哲他們登記呢說 這個速食 是假的 大礙速食已經沒開了 現在換成小禮便當店 但就算是小禮便當店 你看喔 他寫說113年1月7號 蓋這個章 然後這個叫什麼 各位這不叫發票喔 這叫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各位這不是發票喔 這是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換言之這個東西有沒有效力 沒有 各位你知道真正發票是怎麼樣嗎 你要去銀行領 很麻煩的 只有銀行可以領給你而已 但這個是什麼 淘寶都買的到 蝦皮都買的到 這是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所以換言之上面這些東西 根本不是真正發票 隨便你亂填 結果他們填了一個1月7號 小禮便當店都沒開 再來各位 96萬的小禮便當 我都很懷疑喔 我是不是打開之後眼睛會被閃瞎 為什麼 我們的白飯上呢 用月光明 上面呢鋪了一層厚厚的金箔 然後呢 我們的現菜 我們的青菜呢 裡面有混碎鑽石 然後呢 我們的豬肉呢 中間鑲了一個人家是紅酒燉牛肉 我們是紅寶石燉牛肉 不然我不知道欸 怎麼有辦法吃便當吃到96萬 各位我再講一次齁 這是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這根本不是發票 所以你看更搞笑的是什麼 民眾黨的喔 這民眾黨的 他這邊寫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就上面輾了一張發票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要發票啊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發票 他把它定在一起 你仔細看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所以這只是收據喔 然後這是他的公司嘛 那個買方的公司嘛 大字機慢停 買方的統一編號碼 便當100塊啊 欸 怎麼變便當了 然後這邊寫什麼 餐點960 那你應該是便當層級啊 數量啊 單價啊 當我們沒開過發票 一項一項跟我報啊 不是餐點 而且各位你看喔 這個便當 跟這餐點 便當 餐點 113 這不是同一個人自己 這個報價喔 你看喔 這個報價是老闆寫的喔 這是老闆的字喔 便當 這不是喔 不是同一筆字機 你看習慣也不一樣 4X貓去找真正的老闆 他是這樣畫的 每個人做發票習慣都不一樣 他是這樣做的 你像我喔 我也是上面這一款的 我是直接這樣畫的 絕對不同的 欸真的欸 各位啊 Oh my God 欸 柯媽媽說 黑白白 我們家的人 放黑雷公卡 結果 他兒子的 萬華果菜市場 這是中華工程跟金華城的那個案子 檢相發包 也有弊案的那個案子 被雷公打到了 他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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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亂說話啦 他媽媽 他媽媽 你兒子的屁案真的被雷公打了 他偏偏是萬華果菜市場 這就是檢相發包啊 應該要蓋九樓的只蓋六樓的啊 中華工程啊 彭正森啊 中華工程啊 彭正森啊